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乳夫妻房车记 现在已经快久了,起完了 没有调烙钟,我昨天居然把烙钟关了 好,跟您起吧 今天煮个这个,整个两个薄皮包子吃 拿这个来做早餐 这就是要吃,这得做早餐 吃了差不多 这就是我们注册的环境 真的太美了,就像停在海边是一样一样的 还有个光头墙陪着我 好,这个包子应该差不多了 我忘记把这个拿出来了 盖子打不开一会儿 好,关火,差不多了 再烧个水,泡个奶茶 趁这个功夫,我先去溜着浪去 来侦查一下大狗有没有在旁边 然后再叫做浪浪下来 浪浪,浪浪,下来 走,尿尿去 走,拉屎尿尿去 这边真美 这边其实 是可以看日出的,太阳在那边 但是 没有一个人起来 哈哈 起不来根本就 如果说太阳在那边 升起来就好看了 但是是那边 其实 还好,还好 只能这样子去安慰一下自己了 对 流浪了,归来 吃早餐 一包子 薄皮牛肉包子 嗯 满满的牛肉 你小子想来啥 这样的早餐好久好久没吃了 奶茶 哈拉克如那个奶茶 再来一口奶茶 奶茶配这个包子简直是超级绝配 本来奶茶就应该配这些 哇太爽了开吃 前排就座 有时候正在洗漱 我喝点奶茶 欣赏外面的美景 外面有好多海鸥啊 在那个海面上 可能在捕鱼还是稀稀啊 下次有机会再好好的过来住几天 这边停车是不要钱的 太美了 这个 这个河在海边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对吧 我们出发了 离开这个美丽的 然后马上左转 湖泊 雪雄姐他们在加水 其实那个公厕可以加水的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用到什么水 就是我和月龙就不加了 然后他们两个车在加水 我就顺便啊 给这个轮胎打打器 走 你 嗯 目的地离我们214公里 要开4个小时 因为很长一节的路是盘山路 哇 会特别懒得走 早晨这波光零零的湖面 真的是好漂亮 这个夕阳应该是美的 应该是美的 大家以后来这儿啊 可以一起来看夕阳了 我们是真没爬起来 一个都没爬起来 看什么 看那个日出 日出啊 说错了 对不起 家人们 日出啊 头雾了 到达库尔津了 进入检查站 好像我们要走那一边 走走了 你好 两个人 两个人 中个这里的 好 然后那个下来 把什么人 给我安检 是吧 先把车开过去 然后再走过来 接受检查 我们已经顺利的过了安检了 但是现在 就是 呃 二姐她们 二姐她们 还在被卡在里边的 要那个核酸检查报告 呃 之前的那个检查点 我以为她们给了核酸检查报告了 结果呢 那一次她们只是问一下 说做了就直接就通行了 但这一次必须得看到报告 然后呢 她们 正在找 因为那个报告是没有 没有给她们的 那个纸是没有纸质版是没有给她们的 给她们是电子版的 但是她们电子版的不知道存到 呃 这个手机的什么地方了 还在找 我们现在在这边 坐一下 等待 需要的就是这个核酸检测的报告单 就哪怕是他们医院不给 也一定要问她要 或者是你自己照个相也都可以 要个复印记 像现在啊 就是出现这个情况了 就是啊 她们那个手机上就没有这个单子 好 继续出发 现在这边 看到一个加油站 先把油加了 他们是半箱不到了 我呢 还有半箱油 然后加油 能拉过去吧 0号柴油 啊 0号柴油 啊 0号柴油 拉过去加就行 加满 啊 加满 加满 4块9.8万 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是我见过的最挨得最近的红绿灯 就感觉四个红绿灯围成了一个方方形 哈哈打麻将的感觉 这边还有个检查是吧 这边还有个检查是吧 刚刚检查了一下我的行驶证 然后提醒我们这边限速是40 他们是用这个手机去拍我们 然后记录我们进入这个时间 然后到出的时间 所以说130公里路要开两个小时40分钟 就是这个原因了 啊 大风车只呀只溜溜地转 这里的风车呀真好看 然后有一些这样的小土木 有一段土木 这边有一个大巴扎骑士 这边有什么机场转线吗 这个车 在这看看补给点东西 说就要买鸡蛋 那说就去门口有没有机场转线啊 我们现在到达这个大巴扎特产集市 看有什么卖了没有 那边还有个便民超市 这边都是卖的这些动物的皮毛 而利民超市也是逛门的 看来西班啥也没有啊 前面有限高杆 这个货车能过去 我们就能过去 拱起来了 拱起来了 从最高处走 哇 过这样的铁桥 感觉很有连带感 这个桥只能过一辆车 月龙已经过来了 然后雪龙姐他们两辆车 还没过来跟丢了 我现在正在实时共享位置给他们 在这边呢有超市 关键有烤肉和拌面啊 考虑一下要不要吃一下 我们吃拌面吧 金钟 来这个葱虎尔春 还是有很多人的吗 可以 谢谢 感谢